作詞 琳寶 聰明 武門 音樂 與彌陸 聲明 做得好弄 風格 木鬆 振聰明 無藥 精 水 精 水 精 in 青 風 黑 風 黑 風 正 山 爵 活 三 、四 、四 、五 番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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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個藍 分個葉曲 其實葉曲他們自己可以拿 但應該怕的是葉曲跟阿奇爾前面的這個 中葉也太弱了 就是完全零影響性 他們應該會希望 這裡選一隻能夠 幫助線上拿到更大優勢的打野 像剛講的嘛 李星 我覺得甚至這個版本造星也是可以玩的 這兩隻都在這一個位置 以目前的組合性來看的話 下陸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悟空喔 還是悟空 也行 因為對方是一個雙射手陣容 而且他們現在也是缺一個比較直接的開戰 是 悟空這裡直接登場 這個選下來其實我比較喜歡右邊的陣容 就是 我覺得這個版本一定有一點主動性啦 然後你沒有 因為 出擊的 你沒有主動性的話 其實你在打這個 虛空幼蟲啊 包括小龍的話 你前面都只能給 尤其是左邊這個陣容 可能要15分鐘之後 他才會 等酷騎爾建裝 然後甚至要有飛機包 才會有些微的碰撞 可是悟空這樣是往上刷耶 好像就沒有三等格 欸 再勾 繼續騷擾 直接先把蛇蛇之魚給打出來 但後續反點 他們現在打先打得超級舒服 是 就是可以往前滑 一個閃現在查久直接定順了 但順有進化 直接拉住了塔的範圍 整體的血量交換 WP依舊是吃虧 我覺得比較有效果 因為主要是他的這個 以現在的AD啦 他的進攻能力 跟主動 呃 主動效果是 唉唷 來到中路要抓的是 狗魯他女武神特攻 任爺 握著 這是要 這畫面比較像是要塔殺呢 這個能殺嗎 KASA走出來 暈 沒暈到短了一點 走出來 那個小兵一摸他六等反打 下半步 查久的勾 留住了瞬 瞬直接加閃線拉開 我覺得打WP這把下路玩的就不錯 瞬非常的兇 看到了就是直接滑 下半步優勢 KASA想順勢進野 沒想到任爺就在旁邊 KASA得趕緊走 但是下馬的狀態 直接加太強姿勢給指導 交了一個閃線 還是被指導了 趕緊上馬 這個挑起家Q技能 暈到兩個隊友趕過來 射得稍微很高 直接先爆投了查久 但後面的任爺 也是用自己的金箍棒 直接 真的有看到嗎 在剛剛交換物件的那一波 上六雷 直接R 可以B殺 直接把蛇蛇的閃線給躲掉 下半步 時間還久 可以發育 在下半步又指導 他就打一下騷擾 對面一個火焰球 踢到射圖 突如開始掃射 同時後面KASA趕了過來 另外進化碎往前解了之後 在一起直接是騎出了查久一個音訣 加上吸引 查久被留在了原地 在沒有閃線的情況下 只能回頭反止 但這個人頭DFO 可以穩穩的 給到順 跳過來 而且剛剛的狀況 其實任爺把KASA趕下去了 對 是他主動的送走了KASA 下半邊要燒 但這個大絕 REST DFO的中上野 他在TP下 要來開 陳久是沒有閃的哦 來囉 包裹來了 一個快樂的快遞 陳久 動彈不得 是正面位置也是要來吃龍的 可是要贏的話 這裡得找到機會開戰餒 然後PIR人員 對對對 這裡要用龍逼團 得用龍逼團 然後找一個機會直接強開 不過吃個獨路 順勢先行的起手 直接把查久 成久狀態都給吸引住 瞬間成久倒地 查久看起來也活不了 順走過去的話 會變成他被卡在右邊的閃腳掃 下半邊 猴子怎麼一個人掛 直接撩狗 欸 直接把對面的任爺 給擊斃了 可能 想要大鬧天宮是吧 哎呀 直接被這個 哎呦 觀音菩薩 這對面的觀音菩薩是騎馬的 一過來 KASA挑起查久 將人頭狠狠地 挑過去讓順輕鬆拿下 直接騎下去 哇不得了 這劉娜看起來被關在這個塔裡面 要拚單殺欸 他要來挑順 以狀態來看的話 其實是有這個機會的 如果他有大有機會啦 有大有機會啦 從前大絕轉 但這裡旁邊有個迷離歐就沒辦法了 過來 治癒給到 霧盾給到 等一下血哥出來的時候 DWP就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路線實在怎麼高 在中路位置 再做一波嘗試 一波的 日輪聖盲 X9效果並沒有很好 反而是下來的KASA 封鎖了X9的序路 KASA X9再次倒下 另外一邊 等離子飛彈 這DWP看起來就想嘗試抓抓看了 X9的海克斯閃現 針對的是Gory 但Gory 又是女武神特攻 一瞬間就拉開 而且同時DFW人已經趕到 任言選擇開團 Gory交出閃現任意的位置 非常尷尬 KASA從後面趕了過來 跟瑟瑟做一個所謂的 浮野連鬥 想騎騎看在對面有緩速 心體抗力的一個緩速效果 還是讓KASA成功的其樂出去 這一波吸住任野 然後再補那個推 讓他這個滯空 動都不能動 你不如去玩格鬥遊戲吧 哈哈哈哈 這種滯空的空中 好像只有格鬥遊戲才可以 不是啦 這個要這樣殺 只有這個畫面 不是 你看這裡頂上去 雷歐娜大吉是慢了嘛 這個閃現就按出來了 那後面 就算這個服藥的傷害 並不是特別高 但光是庫琪能夠回頭過來幫忙 差距就非常高 而且KASA玩得很好 他這個R有先按 所以其實就算被 踏開彈 但是還是有吸到這個位移 前面已經交掉的悟空 哇 直接被吸住了 這猴被收起來了 同時中路位置 失誤突如開掃 叫閃現的 陳九 搭上了X9的幫助 擋一個飛彈 讓AD活了下來 但另外一邊 預示者已經開死了 五人團 一定要找到機會 捨車位置很尷尬 這裡魚叉開叉 蛇蛇沒有閃現 被滴滴連續的控制 抓到機會了 所有人O硬要殺蛇蛇 蛇蛇的護盾 沒有將他救起 但後面進場的KASA 直接殺掉了ROYA 後面同時感到是TP到來 到後排的人 RECT準備包抄正面位置 雙射手 輸出超級爆表 後面位置倒撇二人之間 趕緊車隊利用的球果做拉扯 X9幫檔要努力趕緊走 確實努力交閃現離開 那X9就要倒在地上 由GORING 那是Double Kill 中路的努力現在才一件裝 差距是非常大的 抓一下KASA 所有的傷害O1 那KASA不會扣血 這次燙子燙到了順一個 燙子是不錯 但後面的傷害是完全打不出來的 ROYA選擇正面晉級 是要殺順 但自己一瞬間就消失了 直接彈出了機體 直接組成了頭部 那... 要不要直接吃巴龍啊 巴龍可以 要掉了 可以直接吃啦 因為這裡... 他開戰任爺開得不錯 不過隊友沒有趕上 右邊想跟著X9 已經被GORING給打退了 RECT一波帶 直接外賣了任爺 這波任爺外帶 在右邊GORING開始衝到後排 殺人這邊 查久倒了 頂到底 頂到底想說我想說 喔這裡要抓GORING GORING牛神能夠往前挖 交閃線還想嘗試換任爺 但任爺已經幾乎隱形 但動在任聖盲 直接炸到GORING倒地 但隊友來了 CFO進場來到RECT 後面趕到超級爆表傷害 順著一發兩發 就是倒下兩個人 繼續最近努力被留住 下一個塔的瞬間 自己被控動彈 不得TRIPLE CLE 逆到了瞬 再打完來看一下 他們是 酷騎TP下來 剛好打完P旁邊好多人 抓他抓他抓他 結果 是花了點時間 其實隊友也在附近啦 只是這裡視野還沒做得這麼深 狗里走得太前面 拖了點時間 而且他其實可以 大可以往後面閃 他是選擇往前要打 哇 這波 迷里歐加 路線這個手超級長 啊哈 你說的是 卡上地啊 幫我開團啊 開團 開團 團戰 沒了 喔我嚴重懷疑 你剛剛選NASH播報喔 我其實是選這樣 比較輕鬆的團 一炮三響 一炮三響 你頭破了 太神了啊 CFO 我們準備來恭喜你第一場比賽 CFO 想要繼續的挺進 在溫泉前面 嘗試做輸出衝下來的任言 這次轉到兩個站 比賽已經結束了 我們恭喜CFO 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的 作詞 的 被封 送他的 不清 就是 感谢观看